哈囉大家好我是GuyGuy 今天要帶來的是拉茲的偷偷摸摸大作戰 什麼叫做偷偷摸摸大作戰呢 就是因為這場其實我們隊友 處於一個非常逆風的狀態 那就必須靠中路自己來打出一個優勢 那你想要打出優勢你必須不能死 所以我們就一直利用他的二招來做輸出 並且利用拉茲的被動來打出一個拉打 我們可以看到前期大象想要入侵 但是我跟艾翠絲已經看到他了 我們就直接一路衝到底 不過這時候殺出一個呂布 呂布不要 但是我們還想要 沒有錯繼續追著他 他殘血誘惑我受不了 就直接追著這隻大象 一個斬殺不過手殺 竟然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有點牙語 好隨便 那我們趕快回到中路 我們拉茲的出裝以及奧義都是比照之前的 那可能有些人會有疑問就是 為什麼要出小黃球 你不是沒有魔嗎 那沒有錯 拉茲並沒有魔 但是我出小黃球呢 是為了在龍戰之前保有一個續戰力 血線不會掉太多 因為其實你知道 如果有玩中路的玩家 你就會覺得說 欸中路真的是各種路線的逛街勝地 你知道嗎 觀光勝地 大家都喜歡來中路逛一下 然後打一下你 然後再走掉 真的是有夠煩的 當初最是什麼對不對 受不了 好那這時候呢 這個中路打得對面羅爾打得很兇 但是呢 其實我有一隻愛麗絲在保護我 所以呢 我也是打得挺兇的 那雙方的目前呢 是55開 血線呢 都幾乎是保持一樣的喔 好的 一樣繼續來清兵線 不過這時候 對面齊爾來給我一種 一種無形的壓力 他其實對 齊爾其實對於拉茲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 蠻大的威脅 沒有錯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時候雙方打野 其實血線是有差的 那我們的打野呢 決定要先手開古龍 那我就想說 欸 既然對面是直接往下走 他們沒有想要搶古龍的意思 那我就想說 欸來去偷偷看 看看可不可以騷擾到對面 甚至呢 搶到這隻魔龍 不過呢 我的視野是被對面的羅爾給看到了 那對面呢 也是順手的 把魔龍給殺掉 好那這裡呢 看似沒有機會了 我們就趕快回到中路 不過這時候 我的走位呢 剛剛這裡出現一個失誤 被對面給抓到了 但是好險 我利用我的一技能加上被動 直接順利的逃走囉 好的那其實呢 我覺得拉茲 他算是目前數一數二的中路法師 他不管是單殺能力 還有他的支援能力 我覺得都是 算是蠻出色的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是一隻不需要消耗魔量的法師 他只要消耗他的能量條就好 那基本上你的二技能呢 不要丟的太偏 基本上你的能量條 不會消耗的太快啦 不會說到 今天沒有能量 然後乾掉 會戰沒有用 基本上是不會的 不過他當然也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他的清兵能力呢 沒有像其他的中路一樣 清兵清的那麼快 但這項缺點呢 你可以利用你在中路 因為其實拉茲 他在中路的載制力呢 非常的足夠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這個中路的載制力 來對對面的法師 進行壓迫 達到一個平衡喔 好的 那剛剛呢 會直接快轉 是因為呢 其實那一波我們打的 隊友打的非常的非常的分散 那以至於說呢 我們就直接送一波大的給對面了 現在呢 就是一個1比4的 呃 中階段的開局 好了 那這時候呢 你身為中路法師 你就要必須告訴自己 我不要死 我趕快養胖 那並且呢 你在會戰的時候 盡量呢 不要讓自己 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像我現在呢 就會不 呃 不停的來拉打 那如果呢 有機會 像是 現在這裡就是有個機會 我可以直接 利用我的大絕 然後利用被動呢 來做一個推拉的動作 順利的帶走對面騎餌 然後我還可以 呃 還可以保持 保住我的性命呢 拉開這個會戰 那這裡呢 我們保護一下 我們家的愛翠師清兵 那看似呢 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直接回到中路 繼續呢 來把這個兵線呢 推出去 不要讓對面的 蘆兒太好過活 好 繼續來清兵 那並且呢 我們可以不停的 利用草叢呢 來蹲這個 對面的中路法師 你就是 這個就是 拉茲的一個好處啦 他的手真的 非常的非常的長 不過剛剛那個就是 你知道 大絕空掉 沒辦法 好的 一樣我們不停的利用 我們的二技能 然後來丟對面 好 這裡呢 我發現 下路 我們的打野呢 血線非常的低 那我就趕快進行支援 好 我丟一個火球 不過這個火球很奇怪 為我打到大象 但是竟然打到一隻 剛出生的鳥 這什麼情況 開什麼 玩笑 對 好的 那這時候呢 可以看到 魔龍戰即將開啟 不過呢 記得這時候 敵人都是在左半部 所以呢 你必須 不停的利用你的火球 來對對面進行壓迫 好 那隊友呢 順利搶到魔龍之後 我發現呢 欸 這裡有一個破口 趕快利用大絕打進來之後 利用一技能拉開 不過呢 對面的 蘆兒 這時候 他的位置非常的 處境非常的不好 好 那我這時候呢 之所以不丟火球 丟斬殺的原因 是因為呢 我怕他可以 他可以在凍結的 結束的那一瞬間呢 直接利用二技能逃脫 所以呢 我就是直接交一個斬殺 不要讓他那麼順利 因為我怕我的二技能會丟空 其實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一個確保擊殺 好的 這時候呢 隊友準備要開啟古龍 不過呢 我真的是超想要吃的啦 因為我的血線呢 非常的低 好的 那隊友呢 是直接浪給我 那我們這時候呢 就直接支援這個 我們的凱撒路 那就是直接利用這個 拉茲的單套 帶走對面 好 這時候呢 狀態非常不好 那我們的隊友呢 是被騎爾給抓走 我們就趕快 趕快躲在草叢 趕快 偷偷摸摸的回家 好 一樣一出來呢 就對對面的中路呢 進行壓迫 你就是一個 一直丟火球的男人 超煩的 然後你可以一直躲在草叢裡面 偷偷摸摸的丟火球 好的 這時候呢 龍戰剩10秒 就準備要開啟 那我們就是利用我們的二技能 不停的對對面 進行騷擾 對面就會覺得很煩 那並且呢 我們要把這個狀態呢 把對面的狀態 打到非常非常的低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血量的優勢呢 來打這個龍戰 好的 你可以看到呢 我不停的躲在草叢 利用二技能呢 來做騷擾 把對面呢 丟到一個頭破血流 真的是 各種 觸生球 對不對 呵呵 好的 哇 你可以看到呢 對面爐兒 只要再一顆 觸生球 他就準備要死掉了 吼 那這時候呢 對面的 井來補線 讓我們的下路呢 就可以非常好 來過火 不過這時候我發現 對面的井的走位呢 有點失誤 那我就是直接利用 單套的 單套的傷害呢 直接帶走他 就不要放過任何反打的機會 沒有錯 一點妹妹嘎嘎 你只要抓到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成為至勝的關鍵 好 復活之後呢 繼續來中路清兵 那清完兵之後 要做什麼 就是跑線 支援 沒有錯 好 那你在跑線支援的時候呢 你可以像我一樣 直接把你的二技能呢 丟在草叢裡面 就是測試呢 這個草叢到底有沒有人 因為現在呢 其實我的編優不在我身邊嘛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一招呢 來探草叢 那這時候呢 發現對面 爐娥 哇 他是直接開啟大絕 他的傷害非常足夠 不過呢 我利用一個華麗逃脫 趕快呢 逃到塔下 哇 差點 差點就直接致命玩笑了 真的是 嚇死我了 好 那其實呢 這時候隊友有一點 小小的起爭執了 那我們這時候呢 還是保持一樣 盡量保住自己的性命 然後會戰呢 打一種拉打 位置要搞好 好一樣 我們不停的把這個火球送出去 但是呢 同時我們要把自己的位置 搞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裡呢 我們的隊友是直接衝出去 我覺得有機可乘 不過 哇 我這裡真的是 這裡就是我的失誤啦 我的一技能呢 沒有打到對面的人 是直接空掉了 那如果剛有打到呢 還有機會可以做一波大的輸出 不過呢 就是沒有打到 然後以至於呢 我的大絕只有打到一個人 就是我的失誤 那這時候呢 是一個9比17 真的是落後非常多 並且呢 我們的塔幾乎是被對面 外塔被拔光光了 太恐怖啦 不過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身為中路法師 我還是把我自己的經濟量保持得很好 剛剛那個火球真的是有夠痛的啦 兩顆火球打掉對面 蘿兒半條血 好的 來支援 不過這時候 我遇到對面齊爾 對面齊爾是直接蹲我一波 你可以看到對面的 裝備真的是太誇張了 這什麼 這什麼鬼傷害 我的天啊 他直接一個 1技能加2技能 我就直接死掉了 然後再加上一個大絕 就直接把我們的愛玲呢 給帶走 太誇張了 他這個時候就是 對面齊爾這個時候 真的就是他的全勝時期啦 裝備實在是太好了 不過呢 一樣不要放棄 雖然這時候是逆風 但是呢 絕對不要放棄 因為呢 遊戲還沒結束 還是有機會可以贏的 這時候隊友決定要開凱撒 不過呢 發現對面其實已經知道了 他已經知道這個情報 那我們就是拉打一下 一樣你可以看到呢 我會一直跟在這個 有隊友保護的地方 然後來做輸出 或是在草叢裡面來做輸出 好這時候呢 對面都在左半邊 那我就是躲在這個草叢 打一下之後就拉開 就是一個偷偷摸摸的戰術 再打一下再拉開 你可以看到對面的 如果已經 頭破血流啦 我的天啊 那我發現了 他這個鋁扣 受不了 這個太囂張了 真的 那這時候發現對面大象 我就直接開啟一個大絕 準備衝到他臉上 對面的齊爾想要殺我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直接練我的大絕呢 拉開距離 並且躲在草叢 你可以看到呢 我這時候躲在草叢 偷丟一下 散連殺 偷偷摸摸戰術 成功 這時候呢 一波大的直接打回去 我們隊友沒有任何人死亡 並且對面是直接死了四隻 我們的兵線還非常非常好 這裡就是要準備一波打到底了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我們經濟差原本差很多 但是呢 因為剛剛那波會戰 我沒有死掉 造成一個巨量的輸出 直接帶走對面的高地塔 現在呢 甚至還要拔掉對面的城堡了 那對面的最後一隻手塵的井呢 是被我們帶走 直接擊殺掉 那這個城堡呢 也直接爆掉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MVP 就是我們拉茲 盡力拿到一個31顆星星 並且呢 戰績是723 對英雄傷害呢 達到全隊了33.4% 全隊最高 那其實呢 這場的自身關鍵點 其實就是最後那一波會戰 我沒有被對面的奇爾呢 給抓到 你可以看到對面的奇爾 真的傷害量 真的是太誇張了 他其實只要一個 1技能加上2技能 我基本上就是要死掉的 不過呢 我利用一個草叢的優勢呢 直接對對面的後排 造成巨量的傷害 並且呢 還沒有被他抓到 就是一個偷偷摸摸大作戰 成功 好的 那本期影片呢 就分享給各位囉 影片到時為止囉 如果各位喜歡Garry的話 你可以透過YouTube IG Facebook 來追蹤GarryGarry喔 我是GarryGarry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